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鼻蓝,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现在呢,解放军 今天央视也是公布了 这个演讯的画面,弹斗机轰炸机在台岛周围 实弹射击,所以我昨天就公布这个消息了 我说,这个法广上面吹牛逼 台军说,只是在包围台湾没有进行这个实弹的 这个攻击,大家要知道,这等于说是在台湾的 天空和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海洋 在它这些地方进行实弹射击 等于说,拿枪贴着你这个脑门 在你耳朵边上放子弹 这其实是一种很大的一种羞辱 如果台湾,它说自己是一个所谓的主权独立的国家 台湾是这个国际社会当中的一分子 台湾,也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和中华民共和国两岸互不隶属 那么你如果是个国家的话 那么你的国格一点都没有任何的国格 你他妈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尊严 中国国家电视台央视报道称 中国周五举行模拟导弹袭击 并派出了携带尸弹和战斗机和轰炸机进行尸弹演习 本地方面称,此次演习是为了惩罚台湾所谓新任总统赖清德 罗东社称,中国对台湾进行模拟导弹袭击 战机在演习中使用尸弹 中国官方媒体的消息称 轰炸机在台湾东部海域组成了多个攻击编队 与海军舰艇系统进行模拟攻击 以测试中国夺岛和控制台湾关键地区的能力 台湾所谓赖清德周一少年仅三天 中国就对台湾启动了为期两天的演习 演习地点在台湾海峡以及中国海岸对面不远的台湾控制岛屿 一名台湾官员称演习中还包括模拟轰炸外国船只 台湾所谓谴责中国的行为 中国视民主治理的台湾为自己的领土 并谴责赖赖清德为分裂分子 中国强烈批评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那也在演说中对出北京停止威胁 并称海峡南互不隶属 中国人民检方军东部大学表示 此任演习被称为联合利监2024A 简称攻击A 接待检验联合夺权 联合打击占领要地的能力 这一举措完全合理合法 也是打击台独势力 遏制外部势力干涉和干预的必要举措 而且呢 这个第一岛链 的这些上面的这些目标 解放军也进行了模拟打击 包括也发射了这个实弹 而且对美国军舰 进行了这个模拟攻击 等于说区域举止和反介入 这次的这个准战争形态 也是把这个美国和日本列入进来 所以说这个台湾当局啊 赖清德呢也是最近回复了 说不要牛逼啊 不要屌 当天三下大巴被炸 也是非常一副非常非常死住不怕开手套的一副样子 非常屌 我说过 台湾这个地方啊 你用恫吓是没用的 必须要是打实的让他死人 你就算是空袭过去的 只要不是死他赖清德 他照样在这里啊 牛逼 哪怕你登陆了 他还是牛逼 这就是台湾这块地方的一个特点啊 历史上都是这样的 历史上多少次了 都是都是这个这个操心 所以说北京只有最终登陆空降 啊那么才能够把这个地方给控制住 当然了 现在呢 跟我们跟台湾的这个啊 这个所谓的这个啊 对他的这这种啊 禁逼之势啊 实际上还夹杂着中美的这个博弈啊 所以中美的博弈呢 也很也很重要 全球的这个对抗呢 也很重要啊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看看美国是什么反应啊 这也是必要的 拿下台湾速度很快的 就这种态势 这种情况啊 昨天到今天就已经拿下了啊 二十四小时解决战斗 基本解决战斗啊 四十八小时控制全台 七十二小时实行这个 由由这个攻转手啊 然后再进行这个治理 所以你看速度非常非常非常快 那个船你看直接 海巡的船出来直接到台湾东部去了 而且在台湾东部都靠近台湾的这个本土了啊 非常快的啊 能启动啊 飞了飞了非常快 那么 韩国瑜啊 也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立法会长啊 这个 这个逼获 这个窝囊废啊 我发现韩国瑜现在这个长相啊 已经变掉了 这个韩国瑜啊 以前当在当这个台湾的这个候选人的时候 还有这个高雄市市场的时候 这个韩国瑜那个长相啊 就是蛮蛮什么乡巴老兮兮的那种感觉啊 而且他本身就是那个啊 记得没错 应该就眷称出来的啊 就盆户区出来的 那他身上有那种感觉吧 啊 但现在我感觉 他的他的这个魂 三魂七魄啊 好像都没了 整个的那张脸 越来越这个 啊 像一种动物 像就是像那种 观赏的那种那种 金鱼也好 还是像那个碾鱼也好 就变成那个样子了 就完完全全变成一种 真的韩国瑜 韩国瑜真的变成一个鱼类了 就上次他这个高雄市场被罢免 在让他的一个支持者 跳楼自杀以后 他这个人的魂都没有了 啊 然后在这个立法会 又在那边集结外说什么 啊 大陆不要搞什么军演了 啊 我们台湾人民很乐爱和平的 啊 都骂了鼻子在那胡说八道 啊 所以老兵跟各位讲 这个蓝绿啊 是他妈一家 啊 关键时刻都是在一起的 啊 他衍生出来这一套东西 啊 给你大陆来来拖延时间 所以说呢 这一次要搞啊 台湾的这个海权全他妈收 收干净了 空权也全部收干净了 啊 呃 等于说 速度这个零零七一啊 在那个位置 那随着随地都可以直接 啊 速度拉出来 大概就两 七点四十五分开始吧 两个小时 全部都各就各位了 我操 这也是他妈挺猛的 啊 然后再来看看这个 国际上的反应 国际上老兵就说过 国际上就是没有就没有反应 啊 然后这个台湾呢 这个还进行什么呢 就是他的这个所谓雄二雄三 这个导弹 进入到了这个战 战术状态啊 战术状态 雄二雄三飞弹车 首都部署台中 弹舱升起成战备姿态啊 整个海风大队啊 他这个车子 从库里面出来 到形成这个升空的 这个发射状态啊 整个这个状态 也就要八个小时 也就是说他出来 到走向指定站位 固定站位 然后把这个炮架子 给他架起来啊 他这个只能算是炮 他不能算是导弹啊 他只能算是炮 因为他没有这个导航的 那来说 那美国给他提供导航 美国给他提供什么导航 怎么上空全都被中共电 这电磁圈给拼屁掉 他拿来导航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炮啊 就跟那个台湾的那种 APM里面拍的 其实那个台湾那种APM 我是最不喜欢看的 什么Model传媒那种 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看 第一个 这种片子啊 拍出来没有任何的美感 他没有那种 你让你有狭想的空间 他只有他妈的肉 所以我说台湾人 是没有任何美感的啊 所以他这个所谓的 最美的风景是人 这完全扯淡啊 没有任何的这个美感 上来就是妈逼的 两下子啊 掏奶子吃吃奶子吃逼啊 吃吊吃片 然后就他妈群群皮群娇啊 杂娇了 然后那个男优啊 那个吊都他妈的软啪啪的啊 都是纵欲过渡的那种点啊 所以我所以大家知道 台湾插这个熊二熊三飞弹 也就像他那个Model传媒里面 那个男优的那个点一样的啊 软啪啪的啊 没没啥鸟用就那种感觉 我估计他妈那个射的画面 都是假的吧 都是他妈的 拿那种什么牛鲁放进去 这样这样子假装是谁射了啊 有什么剪辑的 所以你看呢 解放军七年四十五分宣布啊 这个作战作战命令 对吧 攻击A作战命令啊 那么台湾这个车到从昨天驾好啊 七年四十五分到下午啊 三四点那会儿才刚刚驾好 所以你说这种武器能拿得出来吗 还什么战术状态啊 你这种武器放在那地方这么固定 还战术状态 哇操 解放军那个对陆攻击导弹 直接就 还有那个在空中的那个那些啊 轰6K那种啊 超音速导弹 直接就下来了 高超音速导弹 冬风十七 直接就就下来了啊 军舰上面他妈的还有这种冬风十七呢 直接就给你发射过来 速度很快的 你要进行什么拦截 什么熊二熊三导弹 被解放军随意 可以随意的进行拦截啊 所以你说你这个车子拿出来干啥呢 还赖清的说 这个当年三下大巴被炸啊 我说句实在话 我就说你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当然当然了 如果三下大巴被炸的话 那他妈台湾直接就被和平掉 你他妈就他妈的全部被气化掉 懂吗 上万度的高温 尤其在你台北啊 这边他妈的气化的话 大概有上万度的高温 反正你们都是一帮垃圾嘛 垃圾的话直接就气化掉 也不要把留下骨灰 嘴巴当现场蒸发掉就行了 啊 你要不要试试看 啊 个傻逼玩意儿啊 所以说只有一个他妈嘴巴 只有一个他妈口炮啊 你他妈除了嘴巴上屌一点以外 还有什么 你嘴巴上含了一个鸡巴 含了一个屌 你还能有啥 你不是说越界就就开火吗 那开啊 这话是你讲的 对不对 那你开火 我都没看到你开火 啊 所以说啊 吊逼他妈的 吊了要死 就他妈逼一张 一张嘴巴 最他妈看不起 最他妈胎人 就他妈一张嘴 讲话 劝你妈个屁的 啊 别他妈正眼敲他们 实际给我怼 啊 怼 怼死他们 啊 傻屁实际实际骂 他们本身就是低资讯的动物 对吧 啊 一帮东西到美国去拍那个什么内战 那个什么 I'm from Hong Kong冒充香港人 我在想香港的黄狮 都还没有去拍这个片子 你他妈在那里第一时间跑过去 拍这种片子 本身就没什么志气没什么骨气 脊椎叶里都是一股他妈奴太 他们这些人啊他们那个岛上的人啊 就是很低自尊的你他妈就贬低他就好了 在这里老兵就跟 就跟各位讲啊 就是说你这种 有些人他缺爱的 你知道缺爱的人你要怎么对付他吗 缺爱的人你不是给他爱 而是他妈在删他 因为那个是他的 他的熟悉区 那是他的舒适区 啊就比如说 这个 有些人他是这个单亲家庭的 对吧 你跟他在一起 你知道什么样是对的吗 你健全的父母死了一个 不论你父母也离婚了啊 你也你也变成单亲家庭了 这样你的另一个另一半他会很开心 因为你跟他是一样了 你跟他是小伙伴了 如果你的家庭很幸福很美满 或者说他们也给也给他这种美满 他会没有这种配得感的 他会觉得自己配不上 他也不会觉得快乐 因为他的舒适区就是他妈的鼻子的 匮乏和贫瘠的 和低自尊的 所以说你只要虐他就好了 就像台人一样的 他们本身就是低自尊的 本身就是贫瘠和匮乏的内心 永不满足贪婪的能量黑洞 你只要删他就好了 谩骂他 谩骂他 搞他就可以了 不要跟他有什么金钱上的来往 他妈这就是大陆做生意的妈啼 别吊他 对不对 就他妈啼 就他妈用话骂他 这是最好的 因为他们就配得上 只配得上这个东西 懂吗 所以刚才少更能打交道 老兵跟各位讲的这种 都是智里名言 所以说你看 现在 对吧 美国在哪 我们的台军 我们的国军在哪里 日本自卫队在哪里 韩国军队在哪里 菲律宾军队在哪里 你看解放军在这里地方 包围台湾就要搞 菲律宾你看他在南海 他还敢闹吗 他吓就吓死了 他非常恐惧 台湾还有一个郭成长 我说你大陆人别去看郭成长 这个是他妈很很坏的 他在那边讲什么 他说大陆这么大阵仗 因为因为感觉被骗了 感觉被耍了 所以他们才生气 才会搞这么大阵仗 因为有被气到 就意思说你搞这么大阵仗 你就是被气坏了吗 在我看来 倒不是说这种原因吧 因为确实是要这样子搞 因为你看上去好像是 给赖清德一个警告 好像赖清德 你演戏演戏就是演戏嘛 但是你要知道 解放军就是玩这种麻木政策 就是说我要有一个 我要就是说要把部队 解映一下部队 就是说你这次你们拉链出来 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要哪些地方要整改 美国那边他妈的 正常机他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他们有什么反应 这个我们都要做一个评估的 大家明白吧 就是说你这种仗肯定是要打的 但打之前多来几次 几次这样的拉链 这样的拉动 和这样的演训 我觉得很有必要 但是演训不是说 兵退了就退了 而是他妈B 全部在把智权给收掉 这样的话 智权收掉就会增加摩擦 增加摩擦就会增加科碰 科碰他妈B就会有什么 就会擦枪擦枪火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是一个好事 好吧 所以赖清德韩国瑜 这种嘴脸 你都已经看到了 还有郭正亮这种人的嘴脸 所以大陆人别再信他们了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大家